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一个三角 然后两边眼睛的这个三角一定要对称 然后我们画好了三角 现在就要把三角的中间填满一点 好了 眼尾的部分要画完了 然后我们为了衔接一下眼影三角部分 我用一下中间的浅色提亮 在眼睛中间 好了 其实很简单 眼睛眼影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会继续用这个浅色的提亮 在眉骨上提亮 这样会显得眼睛更深邃 在补了一点下眼影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画眼线 因为这个妆眼线部分一定要对称 不对称的话就特别特别明显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对比一下 接下来是睫毛部分 接下来是睫毛部分 我用的是个Fist Show 眼妆部分呢就完成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在画腮红之前 我们需要给脸部遮瑕一下 就需要一点点就好 然后用手抹开 然后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欧美妆容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面部修容 一定要把自己的轮廓凸显出来 两边一定要对比一下 跟刚才眼线一样 同样的我们脸部修容完成之后 鼻翼位置也需要 沿着自己的鼻梁往下 然后就是腮红部分了 因为我们整个妆变就是一个很浓的状态 所以腮红只要轻轻的披一下就可以了 在之前抖一下多余的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